HELLO 大家看到我身後的美景 就知道我又飛去其他地方和大家試新手機 今次我來了德國的茂尼克 而這裏就是茂尼克的奧林哈克公園 亦都是華為MAY10系列GOLBO LAUNCH的地方 而我手上亦都已經拿了一部MAY10系手 立刻和大家試試它的新功能 這部就是華為最新的旗艦手機MAY10 其實MAY10就有兩個型號 分別就是MAY10和MAY10號 兩部機都內置了新一代的麒麟9708核心處理器 亦都加入了很多AI的功能 兩部機都是運行Android 8.0系統 和華為的EMUI介面 亦都沿用這個沒有App drawer的設計 全部Apps都放在Homescreen那裏 今次MAY10 將指紋色別器放在機面底部 方便易用些 至於MAY10系列的螢幕 兩部機都用了Fullview特大屏幕 而且支援HDR10 看一些對應HDR電影的時候 畫面當然更加漂亮 手頭上這部MAY10的螢幕 就是5.9吋的16比92K螢幕 可以看到 在螢幕解析度的時候 可以設定2560x1440的解像度 另外這部機的機邊是超窄框設計 機頂和機底都用了很盡的螢幕 所以這部機是小小的 但也有一個5.9吋的螢幕 至於MAY10號 就是一個6吋Full High Damp Plus 18比9 OLED螢幕 兩部機的螢幕都有些分別 其實MAY10這部機很容易應 因為機背的頂頭有一條很粗的環間 而且用了一個 叫做Symmetric Design的設計 可以看到機背左右兩邊 是很平衡的 說到鏡頭 今次MAY10 繼續用了兩個Line Car鏡頭 分別就是上面的2000萬像素黑白鏡頭 以及下面的1200萬像素的彩色鏡頭 最重要的就是兩個鏡頭 都支援1.6大光圈 亦都加入了很多AI的拍攝功能 讓大家拍照的時候更容易 和拍到更多有趣的相片